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卷入了选举经费风波 29号韩国瑜公布了竞选募款的明细 否认外传的4000万元新台币的捐款 并要求爆料者国民党前民代蔡正元道歉 对此蔡正元只是轻描淡写称 下次会提前沟通 对于蔡正元此次不查证就乱爆料的做法 台媒直指其实自毁公信力 29号下午高雄市长韩国瑜召开记者会 公布竞选募款明细 总共是1亿2900多万 支出1亿1000多万 其中有2万多笔都是个人小额捐款 占了捐款总额将近9成 企业捐款则是不到一成 并没有外界所说的企业家单笔4000万元 绝对没有企业家捐4000万元给我 蔡正元讲的如果有 我再重申一遍 我辞掉高雄市市长的职务 韩国瑜除了否认外传的企业家单笔4000万捐款 也对蔡正元喊话要给他个道歉 甚至提到只要有人试图抹黑他的家人 一定提告 相比韩国瑜的愤怒 爆料者国民党前民代蔡正元的回应 显得轻描淡写 也并未提及4000万元捐款仪式 让他造成困扰 那我在这里也跟韩市长表达歉意 那下一次如果我谈到他 我一定会先把内容跟他的幕僚请教 那这个事情已经沉埃落定 事情也很清楚了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痛批蔡正元 没有真凭实据就信口开河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你要批评谁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请拿出真凭实据 为什么要拖4天再道歉 为什么第一天干干脆脆就道歉 他伤害国民党的事情不是这一桩而已 屈言负事 台媒评论对此称 蔡正元先是胡乱爆料 然后改口道歉 简直就是自毁公信力